不少双新家庭都会聘请保姆来照顾幼儿 不过北市面临保姆高龄化的危机 数据显示台北市50岁以上的居家托育保姆高达7成 这年新送托婴幼儿中也只有4%送托给新进的保姆 让不少民众担忧 高龄保姆陆续退休之后 人力会面临断癌式的缺口 抱起婴幼儿拍北为哪保姆每个动作毫不马虎 不少双新家庭聘用居家托育保姆照顾家中宝贝 不过台北市保姆将面临高龄化危机 根据社会局统计台北市居家托育保姆年龄50岁以上高达7成 这批高龄保姆陆续退休后人力将面临断癌式缺口 那种终点保姆每天下午就是来4个小时 那年纪都不大 可是没有所谓的像市府登记 就在以前那个年代比较没有像现在这么严格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有很多观念是就没有那么好 就是有没有办法去找到公司里的一些拖脚的一些单位 可以帮助他们 带小孩要体力 家长不只担心保姆高龄化造成断层跟优行 导致素质层次不齐 去年3000多位新送托婴幼儿中也仅4%送给新进保姆 更有数据显示民众参加托育人员培训课程后 实际投入职业的保姆低于预期 以去年来讲受训的这些保姆当中呢 到最后也只有十分之一来投入保姆的市场 担任居家保姆其实必须要自己的那个住宅 可能对年轻人是比较不容易的 之前训练都有在做人才的招募 那希望他们更了解说 居家托育的工作的实际状况 不会害怕从事这份工作 社会局坦诚缺乏托育环境 是不守年轻心血退却的关键之一 政府托育政策如何更趋完备 看来还有一段路要走 警方在网绰明台北报导